突发,据港媒最新报道,现年65岁的香港男星TVB知名老戏骨鲁振顺被曝已经同小6岁女友分手 两人原本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注册结婚,然后在酒店摆酒庆祝 但据传闻,两人在今年过年之前就分道扬镳了 从港媒的报道中可以得知,此次的爆料者是鲁振顺身边一位多年的好朋友,化名为陈先生 他在接受传媒采访时透露,是鲁振顺的女友朱利尔以性格不合主动提出分手 结束了这段难得的黄昏恋 朱利尔和鲁振顺两人早前确定关系之后,最初还是相当甜蜜的 久而久之,鲁振顺就发现朱利尔有些奇怪 因为他特别爱炫耀,甚至还在网上开设了一档节目 在陈先生看来,朱利尔就是想利用鲁振顺的名气来帮助自己 是一个比较有心机的女人 甚至在节目中,朱利尔为了点击率,网友的关注 已久声称和鲁振顺还在一起 用陈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假装扮甜蜜 营造出一种两人恩爱的氛围 其实殊不知,鲁振顺在私底下已经相当难过 分手之后经常失眠,心情极度低落 随着爆料一出,不少网友都感觉惊讶 随后媒体也在第一时间电话联系到了鲁振顺本人 他在接到传媒的电话时相当震惊 听闻他和女友朱利尔已经分手一事 他随口就进行了否认,表示没有和对方分手,爆料不属实 虽说鲁振顺否认了分手一事,但是不少网友都表示质疑 毕竟无风不起浪 既然有好友突然爆料两人分手 两人之间肯定存在一定的问题 所以至于两人到底有没有分手 或许到了今年下半年,大家就知道结果了 当然网友也表示,也不排除两人在分手之后 可能有再度复合的可能性 据了解,鲁振顺和朱利尔其实是老朋友 两人已经认识了几十年 但是在最初的时候,两人并不来电 因此也没有特别频繁的联系 直到这几年,两人又再度开始联系 期间双方约出来吃饭 好像彼此之间有不少共同话题 又都是单身 所以最终顺利的走到了一起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鲁振顺在接受传媒采访时 就公开表示,他已经向女友朱利尔求婚成功 另外他直言不讳地表示 虽然他和朱利尔的年龄都不小了 但是两人正在积极调理身体 希望结婚之后,他和另一半能有自己的小孩 说起鲁振顺 相信经常看港剧的小伙伴 对他应该还是比较熟悉了 作为TVB比较有代表性的老戏骨 这些年他在荧幕上也塑造了不少经典的决策 其中《笑偶江湖》中的东方不败 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 相比起其他版本的东方不败 鲁振顺演的东方不败 又多了一份不一样的妩媚和性感 鲁振顺除了效力于TVB做演员之外 还是一名歌手 富有爱心的他曾凭借歌声换取赞助方式筹款 多年来鲁振顺感情一直都没有着落 加上多次在剧集中饰演娘娘腔偏女性化的角色 像《经国枭雄》之《一海豪情》中的蔡大凤 《大太监》中的罗安康等等 早年鲁振顺身边一直有一位交往多年的女朋友 但是两人最终还是没能抵过时间的考验 最终遗憾分手 在分手后女友还告诉鲁振顺 其实他曾经怀过两人的孩子 只不过他悄悄打掉了 这件事也成为了鲁振顺一生最大的遗憾 此次鲁振顺突然被爆出分手的消息 外界还是相当震惊的 毕竟黄昏恋还是很难得的 TVB老戏骨鲁振顺最近参加了综艺节目 他就谈起了与妈妈的点滴 大赞妈妈一直对他演艺事业的支持和鼓励 不过他就自觉有对不起妈妈的事情 直言觉得愧疚和遗憾 最近鲁振顺上了TVB一个综艺节目当演讲者 他在台上讲起了自己和妈妈的故事 由于家里以前很穷 而且爸爸出去工作 经常要很多天才回家 所以只有妈妈独自照顾他们几个子女 从小到大妈妈就很照顾他 甚至会为了他的事情和爸爸吵架 原来他当艺人的初期 爸爸和身边的街坊都觉得没戏 不过只有妈妈一直支持和鼓励他 鲁振顺入行已经四十几年 他的事业之路其实并不顺利 他中途试过因为拍戏产生太多负面情绪 然后现实中事业不顺而郁郁寡欢 曾经试过喝酒和割买 当妈妈知道后就很伤心 看到妈妈心疼自己以后 他就改变起来 与妈妈一起生活的那十年 是自己最快乐的 随后他谈起了自己对妈妈愧疚和遗憾 当年他的妈妈就表示不想住老人院 不过鲁振顺并没有钱和时间 他的兄弟姐妹也有其他原因不能照顾妈妈 所以只能将妈妈送进老人院 这成了他自己最大的愤恨 虽然送了妈妈进老人院 不过他放假经常去探妈妈的 当时鲁振顺在TVB并不是一二线 也没有广告商的青睐 也没有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现在很多TVB的老戏骨都到内地发展 而且还赚得相当不错 随后在妈妈离世的那段时间 他就很忙 他一边要赶拍戏 一边要登台 中途还要抽时间去探妈妈 他觉得很累 很无奈 很痛苦 很难过 最终在当年中秋节过后的第四天的晚上 11点多 妈妈离世了 而当时他还在拍外景 没能见到妈妈的最后一面 是他的最大遗憾 他在讲述这些的时候 眼睛一直双眼通红 甚至流下眼泪 他希望大家不要等父母离世后才后悔 希望大家多陪父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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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